在花蓮市的部分 今天有上千名的长辈预约要施打莫德纳疫苗 市长威家贤也前往中华国小活动中心来关心施打现况 市长提醒长辈们在完成疫苗接种之后 如果不良反应要赶快来询问医生或护理师 而第二阶段7月6号要开放预约 施工所会全力配合花蓮县政府的作业规范 为了让长者疫苗扩大开打作业可以顺利进行 华联市公所由李干市派驻现场协助核对民策 现场还有小提琴演奏安抚老人家们紧张的心情 而市长威家贤在上午10点钟抵达现场 听取民政客长潘唐胜说明李干市的服务状况 也进入现场像刚打完疫苗的华联市大会主席孙美珠 还有其他的长辈们表达关切 每一个民众都能够踊跃的出来做相关的施打跟预约的部分 那虽然年龄还没排到 但是未来有排到也请大家不要分厂牌跟所有的品项的部分 能够踊跃来做施打 那才能够提高每一个人的一个免疫力跟群体免疫的一个效果 那未来对于日后的解封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那我们会针对说今天的一个状况 未来也会建议花莲县政府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有一些场面比较混乱的地方 那我们会建议说在下一次的部分来做相关的调整 那之后也会变成是乡镇公所来做相关预约的部分 那我们会做好详细的规划 也请所有的民众能够在拨打电话的时候 也要有耐心 那我们会逐一的来跟大家来做相关的解释 这一梯次长者疫苗扩大开打作业 花莲市第一天有近千人登记预约 而慈禁医院是采用日本渝美艇市的施打法 由医师先问诊评估 再由护理师为长者接种疫苗 从等待注射到观察都是在同一个座位上不需要移动 7月6号是第二阶段开放预约 民众可以随时注意华联县政府的发布讯息 而华联市公所也会配合在官网、脸书、粉专 还有LINE发布疫苗接种的相关讯息 这一梯会欢迎视报道